看一下呢,您如果在做這個錄影的時候要幾個準備的 第一個當然可以的話,我比較建議大家用所謂的網路攝影機 不要用單純就是一個麥克風 為什麼?因為你一個麥克風有很大的問題 以前我剛開始只是這樣子錄 可是我發現不同電腦那個音效卡 大小聲還有那個設定,你都要特別注意 我常常有時候會因為忘記設定,就是把它變增量 所以錄起來很小聲,不然就錄起來沒聲音 所以就很麻煩,那如果你用的像我們一般那個 就是那個網路攝影機,它就很單純 你最好是買這種免驅動程式的最好 那我就急差急用 那麼你就不用做任何設定,就直接用 那每次錄下來的聲音就會比較接近 不會說有那個大小聲 再來三腳架,對不對 再來我這裡有特別寫不用的智慧型手機 當然你要用你現在正在用的,那更好嘛 對不對,因為它現在攝影的功能都很好 那另外呢,我們剛剛講,你看這些小的 對不對,還有像舌管啊,其實都不錯 那麼另外呢,如果老師你要用網路攝影機 有邏輯的,它這個是搭配邏輯軟體 它可以做所謂的人眼自動追蹤 也就是說我們可能,本來我現在人站在這邊稍微一點點 對不對,它會,只要範圍不太大 它會自動追蹤到你的點,然後就把你擺在正中間 這是有時候,有時候老師如果你是比較常會走來走去 走動的,那個範圍的話 它就可以自動幫你做追蹤 這樣也是不錯,也是不錯 只是它是透過軟體的部分 一般現在硬體都還沒有自動追蹤的功能 好,所以這個是我們在硬體的部分呢,需要注意一下的 那麼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是軟體的部分呢,我們系統有沒有什麼要注意的 大致上還好啦 好,如果你已經用了就是那個網路攝影機的話 其實要修正的就不多 那麼但是有時候有可能一個情形就是 你可能會出現,就是它代表會告訴你說 你的電腦效能比較差了 那這個時候它問你要不要切換這個布景主題 也就是說把它變成比較Basic的這一種 那當然你要切不切都OK啦 原則上只要你錄的不要太長 應該是還好 但是如果萬一出現了你也可以先不理它 但是你要自己心裡有準備 可能電腦效能確實比較差了 可能你的這個段落,這個主題 差不多要準備要做一個結束這樣子 做一個結束 這樣OK嗎?可以啦 那如果您是這個單純用麥克風的 可能這個地方就是它的那個 錄音的這個麥克風的增量 它會要大聲一點 不然有時候是會很小聲 好,這個是給您看一下我們在硬體的部分 可能軟硬體的部分呢 您需要注意的 那麼現在呢 各位都已經把這個裝好了對不對 裝好不要馬上開始用 不用那麼急 先了解一下它基本的一些操作 那我這一段我就先錄另外一段 拍攝 好,就會 來嗎? 我來 cabinet